我們先看題目好不好 我就讓同學練習比較經典性 這是去年高考考題 相信大家很多人看過了 那無論如何就把題目還是簡介一下它 可以稍微認真聽 就把它當成考前 你就對功能的一個再熟悉 我們看一下題目來 國民體育法那就幾條條文 奧林匹科反運動禁藥 然後03年簽署 然後上述該機構追溯期長達10年 我先聊一下我看文字的觀感 就我自己看這個當下覺得 它有點像屁話 就要提到若干東西 但其實都沒有帶到重點 我們再往下走 好近年來選手發出被沾染禁藥 往下 重點的題文應該從這裡著手 行政院與書建 像這個地方叫小新 它說行政院與書建 我自己讀考題的經驗是 就可以稍微做歸納 當你沒有明顯的在題目裡面看到 發文機關跟受文機關 就你沒有看到 誰給誰的時候 在走題文的時候 都不必真的太嚴肅 因為它有可能是一些廢話 但你如果很嚴肅的看到誰給誰 你就要更謹慎一點 就提到齁 像這個很明顯的作答線索 行政院 像這個數別就是書建 就大概 肯定就不能亂改 並複製 所以兩個蠻好的關鍵詞 比如說書建 然後這裡也有複製 所以表示這一題應該是要複製 好給兩個機關 那我們看 請該部 就行政院就發給教育部 叫做什麼 正式禁藥管制 協同若干機關有作為跟宣 這個關鍵詞我覺得可以看 宣導跟監控 所以表示 題文應該是重點朝這個方向 就行政院給教育部應該 讓他把主要能量 聚焦於宣導跟監控 這是我們理解題目一個 比較大的重心 結果你還是要先找到 誰給誰 做什麼 再去反推 從這一點反推 他前面可能就帶到一些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可能國際上很在意禁藥 那我們被驗出的禁藥 就大概是題目了齁 所以有選手用禁藥 所以行政院請教育部就處理一下 今天有四份 同學寫的東西 我就從頭幫各位改一下他 就看老師怎麼看一份卷子來 檔號應該沒問題齁 行政院發文機關至中 台北市這個目前都對 我們把他打個勾 教育部確實社文機關也對 所以目前這同學都對 錯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在題目時候 明顯提到 題文的規定是數件 當然卻寫最數件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一旦誰給誰啟動之後 所有的文字都要極度的謹慎 太不謹慎這樣就被扣分 阻止咧? 正式運動管制問題 大概也合理啦齁 確實是發文的主要目的 所以目前錯在個數別齁 要扣分喔 平均分如果是10分左右 像他這樣可能就很難 在10分往上 然後再有格式有誤 跨業的時候 確實很容易導致格式有誤 其實要控三格 他沒有控 所以這樣扣2分 說明1 體育違法 抄題目可以 因為近年來的考題大概 傾向說明中抄齁 近年來接人驗出 這也都是抄 所以就要先肯定他 在說明這個地方 我覺得他完全是狀況 抄得不錯 也是考試的趨勢 我覺得各位可以關注 稍微關注一下 再看辦法 魚俠區可能的販毒 這有點扯啦 他可能錯誤理解題目的意思 結果題目應該是運動禁藥 運動禁藥跟毒品那是 解案不同的東西 所以荷蘭熱點跟茶漆 所以我猜他應該是 不太會寫或題目理解有誤 這肯定會扣大分喔 所以這個辦法1 我覺得會嚴重的扣分 2勒 對於禁藥紀錄的運動 有疑慮禁賽 這個也是個問題 有使用禁藥 是否要疑慮禁賽 那可能是另一種法規面 所以我猜他應該是 對辦法的寫作 不怎麼嫌守 我們再往下改 所以辦法兩點應該都是 會直接導致扣分 正本勒 教育部可以打勾 但副本肯定錯 我們剛剛在提文有提到 有中華奧會跟另一個機關 所以我們剛好缺到那個副支 隨著一樣又是扣分 好院長 簽字張單沒問題 我們要算一下扣幾分好不好 數別錯 格式錯 辦法兩個都扣分 然後副本該寫不寫 以平均分十分 他四個點五個點被扣分 大概就是 六分左右的分數 蠻可惜 你用宏觀的視野看這樣一份卷子 可以發現應該是個水準以上的考生 大家可能解讀提文的過程 不夠那麼細膩 所以蠻多人其實他做打的時候可以拿到十分 那這樣一個就是蠻悲哀 只有拿到 就一半左右的分數 我們當然不是批評他 只是覺得 就蠻可惜 就是 必分卷子 那各位因為 也 就沒有上功課很久 透過這樣的過程 也可以去修正自己做打的時候一些樣貌 那我們就第一份改完了 希望可以對各位有一點點幫助或者啟發吧 我現在改第二份好不好 老師同學說 老師曬得好黑喔 曬得好黑 對啊 他就沒事 每天曬太陽 曬得好黑 提到這個曬得好黑齁 提個插曲好了 上禮拜我買一台新的腳踏車 花15萬 美麗達公路車很帥 我就騎它 然後第一天騎出去的時候 就插一個邊打架 我講真的 白木 我騎腳踏車 下坡的時候騎很快 然後到最後課才減速 就練那種下坡的感覺 不管 反正那紅燈我就停下來 我先停 然後旁邊陸續就有摩車過來 結果一個男生就載女朋友 應該是女朋友啦 反正就騎Gogoro Gogoro 然後就停我旁邊 其實我一開始就對它沒有什麼好感 我覺得 所有上路的車子都要打檔才算是車子 對摩車也要打檔 腳踏車也要 就是Gogoro那種電動車 我不是的很接受 然後不管 看Gogoro已經很不爽了 他眼睛又在那邊一直看我 看我車怎麼樣 反正就不是很好感 不管後來他講話了 他可能就回頭跟女生講話 因為在旁邊跟我滿近 話我聽得很清楚 他也沒走他 你怎麼說什麼 他居然說 哇 外勞 也可以騎公路車 就對了 我戴口罩他也可以把他當外勞 老師這有問題說 有沒有像太郎 他有說兇氣好大 認真一點好不好 今天是公文課 老師你可以看特別的留言 他有沒有跟同學問得好這樣子 好我們可以改第二份喔 皮膚黑是不是 剛剛是第一份嗎 我們先改第二份來 第二份我來一下灰頭 題文我們就不去看了 我們就 直接改來 第二份 這大概都對啦 發洋機關普遍不會有問題 受文者 對 速件 上軌道了 所以速件對喔 題文有規定要速件 請櫃部正式 我們先肯定櫃部好不好 回答得滿上道 在公文內文的過程 我們不太會提到 拳銜 我們都是用軍大櫃部 所以櫃部是 很棒一個做打的 一個水準 我們把它打勾好 這個我覺得不錯 可以學它喔 不能用教育部用櫃部 下行文請照辦這個也OK啦 我們就改他的說明 說明我猜應該是沒問題 他阻止寫這麼精確 我覺得說明 抄也是我覺得抄得滿上道 都可以 所以目前沒有太多扣分 幾乎都對 而且會引起很大好的觀感 就櫃部那是OK的 辦法勒 禁藥管制加強宣導 宣導可以 因為提文確實有提到宣導 禁藥記錄監控 我蠻欣賞這樣做打喔 所以宣導提到 蛤 檔號被跳過了 檔號哪裡被跳過 喔對 同學改的比喲還細 右上方本要檔號跟保存 格式有誤 先扣一分 謝謝老師 同學有發現齁 我剛剛沒有改到 格式有誤 少寫齁 但內容我覺得 滿上軌道很棒 主要的關鍵詞都帶的 沒有脫泥帶水 正本教育部打勾 副文喔 中華奧會 也都對阿 確實有提到 院長也都對 所以整體人 他看起來肢體有點潦草 但肢體不管 以簡簡明確的條件去看 我覺得他的節奏控制很棒 然後檔號這個地方沒有寫 我猜應該是個不小心 因為整體人我覺得他應該是 中上以上的水準 像我在月券的時候 我可能考慮 連這個缺點都不算 因為我覺得他是無形之過 我直接給13分 你可能不滿說 格式沒寫就13分 剛剛那個很用心就6分 其實我們主要是看 他到底上到不上到 會寫還是不會寫 小地方其實 以我而言 到底不真的很在意 起碼我覺得他的專業度 聰明度 當個公務人員是可以的 OK嗎 老師這邊有同學問到說 我想問老師 你問什麼 那個說明部分提到2023年 這要寫到同一個格子嗎 數字問題我們把圈角 好不好 很多同學都平常下課問老師 數字 就是 於格子裡面的控制大小 整齊就好 請你用整齊跟美觀為原則去寫它 它沒有一定要在一格裡面 或者兩個裡面 基本原則在於 真正的公文是用A-folds 去寫嘛 就引印出來 所以在作答公文的時候 不要太拘泥於格子的大小 你要把它想像成 它如果是一份A-folds 你這樣寫2003 它會導致很醜很難看嗎 就起碼就這份做答樣貌 我是覺得可以接受 但你要稍微把它拉長一點點 我也可以接受 所以如果你要結論就是 當你觀測到阿拉伯數字 的大小於格子的問題的時候 請自己斟酌 以美感為主就好 或回到剛剛提到了 我連檔號都不去在意它了 我會在意這個地方嗎 所以我們在意的是它的聰明 是否可以解這一題 深論或者選拔人才一個重點 這樣 有聽懂嗎 可以啦 老師這邊還有同學在提 就是說 這要寫到同一個格子內 這題有必須寫辦法嗎 這題我覺得 可以寫辦法 這題我剛剛有提到 他改的時候 蠻欣賞他的辦法 宣導跟檢控 我覺得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每題因題而異 這題我可以接受他的辦法 另外想請問老師 行政院函的字要多大 這跟剛剛格子是同一種問題 所有字體大小 都請你把它當成空白的A4 他如果是合乎美觀的 足以判斷的 通常就會被打勾 那英文要寫到同一個格子裡面嗎 那個阿拉伯數字 誰問的 老師你可以看 這邊有一個令 所有格子的問題 請不要再計較格子 正式的公文沒有格子 只要美觀足以判斷即可 所以等一下誰再問我格子的問題 我那個齁 不要讓他打疫苗有沒有 那個莫德納如果進來他不能打 直接去打株流感 不要再問格子的問題 美觀就好 這樣可以嗎 好 第二份 老師這邊還有一個問 他說這個什麼 是否可再說這個軍大貴貴 軍大貴貴 好 軍大貴貴我們快速講 我們今天其實不是以上課為目的 就簡單談一下月券觀感 但是同樣我們還是樂於回答 我們在公文裡面文書裡面 稱呼對方 不會叫對方全民 就好比你跟我在對話的時候 假設你叫 宋相傑 我不會直接叫你宋相傑 我會叫你宋先生 或者小宋之類的 我們叫另一種名稱 那樣的名稱反映到公文的時候 如果那個對象是你的長官 我們習慣用軍 假設行政院是我的長官 我會叫他軍院 我不會叫他行政院 我會叫他軍院 OK 如果是給我 通常是上下比較常見 如果是給我部署 像這一題是行政院給教育部 教育部算他的部署 他會叫他貴部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的基礎 你可以既作答比較常見的 我們稱呼長官用軍 稱呼部署用貴 無論如何 就在內文 就主旨說明辦法當中 我們其實不太會稱呼到 對方的權名 OK 名稱問題 這條問題因為 就專業一點 這叫稱謂語 是判斷公文內行跟外行 一個很好的 鑑別一個點 所以通常只要看到 會去寫到貴或者軍 大概就水準以上 所以你可以發現我剛剛 改主旨看到貴的時候 就像看到自己一樣 先圈再講 然後回饋一下 那這個好的做答案 會引起很好的越見觀看 那老師這邊 新的同學有在留言是說 如何判斷需不需要寫辦法呢 要看題目 這也是個好問題 通常辦法 我們現在談什麼辦法 辦法就是 假設我行政院寫公文給教育部 我是否叫你做事 我如果叫你做事 那一份文書裡面就有辦法 辦法就是做事 那有時候公文 我發文給你不一定叫你做事 我只是通知你 讓你了解某一種事情 有可能 所以你可以粗略去分 有些公文是讓你知情的 那他就不會有辦法斷 有些公文是交辦性質的 那可能他就需要辦法斷 他並沒有外寫的線索 必須靠閱讀力 所以他才叫聲論作答 所以早期很多人都說 考公文沒有意義 考公文沒有見別度 事實上那是不盡然的 所以甚至是我覺得 公文在 條理上是一眼可以判斷 那個學生的 考生的水準是否夠 是蠻好一個提醒的 搞定了嗎 搞定 那有一個這個是 一樣的嗎 就是要如何判斷是否寫辦法斷 對 一樣問題 對 一樣問題 好 要回到閱讀力 如果你要一個明顯答案 回到閱讀力 去判斷 他發功能給對方 是否明顯叫對方做事 還是只是讓對方知情某一件事情 如果是後者 則不必有辦法斷 有聽懂嗎 好 那往下改 好 我先往下改 那待會有些問 中文性的問題 我們中訪的時候 好 可以可以 我們改第三份了 第2份 剛剛是第2 現在第3 那剛剛這中間的話 有同學問到就是說 是否 會有防疫的主題 可能是否會考這樣 會呢 防疫我覺得會呢 起碼去年 好像警察特考 不知道三等還是四等 好像四等就考到了 我覺得有可能 事我會準備一下 事我會準備 防疫有可能 好問題 那我就改齁 那現在這邊考卷 如果你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就很惹人厭 這個 格式就是潦草 但 確實有蠻多作答者 它是很外行的 倉促準備這個考試 這裡看 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內容 大概就覺得有問題 我們就改它來 字體這大小都控制的 不是很漂亮 等一下 好我們以內容為主了 行政院這OK 打個勾吧 這個錯了 外行 教育部的權限 就要教育部啊 它前面把它加上行政院 這是很明顯的錯誤 不行喔 扣分喔 而且會 不是扣一分兩分 會引起觀感不良 一看就是個外行的作答者 權限使用不當 好 與格式上數別到底 對齁有理解可以 肯定它 竹子 哇這自殺有夠醜 什麼 這個完全看不懂你看 這地方是我想改的 我想去判斷它是否交到貴部 但重點距它居然讓我判斷不當 這可能就會直接扣分 我們看齁 說明咧 近年來格式凌亂 啟動點的位置 一下這裡一下這裡 我覺得就是完全格式問題 內容大概普遍都是抄 我覺得合理 內容大概我就不改它可以 但格式應該酌情扣1到2分 嚴重的觀感不良 直接拉扯到正本交易部 副本你看看又不寫 這題題目有複製啊 所以我們這樣從初步看就是個外行的 權弦不當 然後閱讀力 副本沒有看到 格式凌亂 至於它要不要寫半把 我甚至連改都懶得改它 這題給我評分喔 5分 比剛剛那6分更慘 然後這題我直覺性的觀感 寫個辦法比較好 因為題文它有提到宣導跟監控之類的 然後它又不寫半把 我很難說不寫半把錯啦 只是改得很重就是我 我會觀感不了 就不傾向你的高分 我如果打就是4分到5分 再打它 我也不會覺得良心不安 因為確實它並沒有很好的態度 去面對這樣一份卷子 所以你的字體跟格式 我覺得還是要拿出一點誠意 就是這篇的觀感 好來搞定 我覺得篇第有5分 第2應該第三篇吧 那老師我們抄個話 這邊有同學在問說 稱長官均稱部署是貴 那請問大呢 大其實比較少用到 所以剛剛就保護時間不講 如果你這樣聽的話 大是平行機關 大我先寫一下大小的大 平行機關裡面位階比較高的 比如說我舉例好不好 內政部底下有警政署 內政部在這裡喔 警政署比內政部低一點點 但內政部畢竟是個部 所以如果旁邊出現個部 叫交通部 交通部跟內政部 都是部一樣大 我們現在談的是 如果交通部跟警政署互動 是平行 因為交通部管不到警政署 但交通部畢竟是部長 警政署畢竟是署長 人家部長大一點點 在那個情況底下 就會使用大 所以我們下結論 警政署稱呼交通部 就應該叫他大部 理由在於你不是我主管 但行政位階上中 就有可能比我高一點吧 大 考試比較少用到的 但想聽還是可以聽 老師這邊有一個同學在問是說 請問是不是跟下屬發文 才能用辦法 跟上級報告不用辦法這樣 上行文確實寫辦法的比例很低 但對下屬要不要寫辦法不一定 有些下行文 一樣是有可能不用辦法的 所以我可以幫你做歸納 上行普遍是沒有辦法的比例特別高 但下行要不要寫辦法 大概一半一半 所以你不能直接說下行 就不用寫辦法段 那是個偏差的觀念 可能會導致作答問題 還有嗎 沒有 沒有 那我們就改最後一份喔 第十份 那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議題 就譬如說 如果成為公文高手這種的 老師是待會我們再講還是 待會我們再講 我們先把第四份改一改 老師那筆的顏色同學問是說 可以改筆的顏色嗎 筆的顏色照現行公告 黑色跟藍色 黑跟藍兩種 披改顏色那我換一下好不好 有顏色 有啊 那我改成這個顏色好不好 好 我以為作答顏色啦 我們改這個 老師說你改的顏色是不是 這個字體就漂亮 字體漂亮 觀感就好啊 教育部數件 你看現在目前 出現個錯了 小瑕疵 保存極限啦 正確的格式是保密期限 就真的有人會寫保存期限 不要寫保存保密 保密齁 錯喔 扣一分喔 但這瑕疵就是 不會引起嚴重觀感不良 就 情有可原的小瑕疵 但還是瑕疵扣分 這就 不開心了 貴部美 就一看就外行 請教育部就不對 部署喔 要叫貴部齁 期望有誤 所以完全這一看我就要 開始又把它定位 以為可能是外行的 稱謂語不當 期望語不當 下行 大家要請合適 只對長官才要請合適 所以觀感不良 他大概知道 竹子內文可以用抄 但在小細節就 就扣兩分 所以扣一分 再扣再扣 再 說明一勒 選手軟禁要抄 可以接受 就我沒有很欣賞但 加減可以接受 我們再看辦法 奧林批克文會 設有什麼 直接打差 像這個我覺得 就各位可以多關注 我們剛剛設定所謂的辦法就是 我請你做事 某一件事請你做 其他辦法 你看他的文字 奧林批克文會設有反進要 該機構設有反進要管理事宜 是做事嗎 那是 我跟你講那個機構在管 又不叫你做事 所以操錯 他完全用抄 抄錯 打差 要錯就都錯了 我國若干時間簽 簽書什麼 我國簽書也不叫你做 簽書是找已發生的東西 那也不是明顯交辦的作為 所以即便我認為這一題要寫辦法 但他的辦法就是不恰當被扣分 打差齁 所以題目固然蠻多資訊可以讓你利用 但你也不應該抄到不該抄的地方 這2003我再稍微停留一下 因為反映到剛剛有同學問這個問題 我們剛剛有一份卷子是2003擠在同一格 我可以接受 像你看這個範例 他用兩個寫他 我也可以接受 所以就可以消失我們剛剛什麼英文字母 數字 格子問題 整齊 看起來蠻漂亮 數字可以接受 但他內容就確實不當 正本咧 這部可以 兩個副本也對 院長 院長通常我們會拉到這個地方比較好 所以他可能寫太右邊 我們盡量拉到左側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改的第四份 整體看起來是 他有個好的觀念 知道最近很流行是可以用抄的 但辦法抄得蠻糟糕 我猜啦 他應該是不太會寫辦法 甚至如剛剛同學提問的 他不知道要不要寫辦法 一個忐忑 就隨便亂抄題目 所以我們再次聚焦於 到底有沒有叫對方做事 這一題我的觀感是有 因為他有跟教育部說 你要正視那個問題啊 你要宣導啊 你要去監控啊 所以應該是有叫他做事的可能 是我在作答就會發揮 發揮不當 整體這份評分 竹子扣2分 格式錯 辦法扣大分 這個如果給我評分 即便他格式跟字體 我覺得都還不錯 6分 甚至會更低 6分 就是也是我覺得不及格的分數 所以作答觀念還真的是要通透 好來 那就簡單示範的四份 我覺得 就是這段時間來用比較輕鬆 你也不用寫 看看別人錯 老師 這邊 在評改過程中 同學有問幾個問題 然後我這邊 依序的再導致講 第一個的話是 院長會面要括號簽字章嗎 可有可無 我是不寫的 我自己不寫 好 但如果要寫那個可以 一般我自己是不寫 把握時間 因為那不是月券重點 那再來是那個 第二題是說 聯絡方式的部分只用圈圈圈可以嗎 可以 應該說不建議 我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比較好的 會引起比較好的觀感像這樣子 他作答資訊比較多 這我剛剛沒有改這麼細 同學到我發現 就是一筆帶過圈圈圈 很難說他錯啦 因為聯絡方式版就是虛擬的 但就是如果我剛剛提到觀感不良 我剛剛因為沒有看到 我剛剛評分六分對不對 我如果再次回到這個地方抓狂四分 就不用心了 所以細節上 我覺得如果可以做到還是 加檢固一下 讓我們整體觀感會比較好 所以你可以一再的提到一些 聽到一些關鍵詞 觀感的問題 深論這一點其實吃的蠻重要 了解 那那個 有個同學問是說 請問普通鍵是 不用寫普通嗎 數別嗎 數別嗎 數別要 數別要寫 他剛像這題是數件 題文提到數件 就應該寫數件 就要寫數件 要寫普通鍵也要寫普通鍵 數別不可以空白 那現在再來就是比較像綜合性的問題 就譬如說 現在有個同學在問說 作文部分大概要拿到幾分是比較保險的呢 作文我們要在今天這地方回答嗎 我們今天是公文 還是下次要再開作文也可以 其實我同學有問 就是說我們未來會不會開作文主題 所以願不願意下次回答 可以啦 今天直播因為是第一次做 我們補習班也是因為疫情這樣 比較封閉的關係 開始嘗試這樣的服務 所以要不要開其他的課程 我覺得可能性蠻高 但就是 要看回饋跟互動的過程 補習班會有決定 因為這地方也不是我可以 就是決定的 我很樂意服務 但政策上還是要看班內 我可以啦我可以 我願意但就看班內 那老師這邊有跟公文相關 就是說請問公文要抓幾分是目標 12分 12分 12分算強 12分 低於10分的通常就是一定有 通常平均分10分嘛 觀感不好的錯字的話就扣分 觀感好的就11 12 所以如果你到12分 我覺得對方對你的印象是好的 然後你也沒有太明顯的錯 抓12分就好啦 那再來的話就有同學問 說如何成為公文高手 那我們要怎麼修煉這樣 多看多寫啊 多看多寫 然後多看我的直播 直播如果有就盡量看 我覺得是驚豔的 我之所以會用這樣的方式呈現 主要在於 就常看考卷我改卷子的過程 我常這樣想 如果有一個學生他完全沒有上過課 可是他站在我旁邊看我改卷子 我改了100分之後 我跟你保證那個學生就已經會寫了 他可以完全不用上課 但他就是會寫了 那他其實就是沒有什麼 什麼地方注意什麼 你常看就會 所以我覺得這也不是開玩笑 如果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時間花了不多 就是你有時間看一下 我覺得在經驗養成上 他是會有幫助 老師來了喔 那問題學花的悲難 老師如果 學花的悲難 如果辦法不是很熟 我已經被洗到辦法掉了 我說如果辦法不是很熟練 可以說明寫多一點 取代寫辦法 這還沒講完就知道不行 整體公文的節奏 這是簡顯明確 你要在 該有的地方出現該有的資訊 你剛剛的說法是 老師我不會寫 可不可以避重就輕 改的人如果內行就不行了 改的人會發現 你要讀一把對方要不要發現 像眼前這一篇就是啊 他用那個說明來糊弄辦法 以為我看不出來 看得出來就六分四分 所以我是覺得 你在理解的過程 還是盡量的去理解 然後體文看多一點 不要偷懶 所以剛剛那招我覺得不成立 不成立 在公文很容易被發現 那剛剛老師有回答這個問題 只是說可能同學沒有聽清楚 又再問一次 就是說 公文要抓幾分是目標 10到12 如果我去考試 我會希望我可以考到12分 我會希望我自己12分 我不會希望我低於10分 我如果低於10分 我會覺得很可恥 就是學藝不盡 12分我滿意 通常12分是可以考上 12 有確定了嗎 12 好 那我們再往下啊 老師平常如果想問問題 可以用IG問你嗎 可以啊但我不一定會回 不要聊那個什麼IG 就這裡聊這裡啊 以後都會開直播直播這裡問 別在那邊亂 正本前空一行請問可以嗎 什麼話啦 有個P同學他在那邊寫說 正本前空一行請問可以嗎 我們再聊一個問題齁 這個問題是今天反應最多次 已經快要讓我情緒失控了 欸欸空幾個 要不要空一行 要不要空幾個 真正的公文 是空白紙 所以他並沒有空幾個的問題 你拿A4紙跟我說 欸這個字跟這個字空幾個 A4紙這個字跟這個字空幾個 這個是誰問的一樣 那個齁 一秒來他 不要打 打豬流桿 那 接下來是說 復健跟竹子的 中間要空一列 不是同樣問題嗎 欸同樣問題喔 可控可不控 可控可不控 整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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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同學開始洗好多喔 欸同學稍等一下 然後 腳邊的訊息一直往上跳 有人在問老師在IG或臉書喔 老師這邊要提供給同學搜索的提示嗎 不會喔啦 那個我很少在回啦 那個我其實很少在經營欸 有啦 IG跟臉書我其實主要是寫故事 那是比較文學性的 所以你如果對文學性的 閱讀有興趣的 歡迎你去搜索 你只要打鈴双就好 然後多多鼓勵小弟創作 但那個地方可能就 不那麼涉入考試 因為會讓 就混淆 因為畢竟那是我另一個舞台的 發揮 我很歡迎你去那個地方追蹤 或者是鼓勵我 或者是對我的寫作 有些指教 但考試我們會就 用不同的舞台呈現 你可以不斷地跟 出版社跟補習班反應 我們可以開直播 可不可以開什麼的 我都很樂意配合 就是舞台要清楚 就我不是不樂意配合啦 但就是我希望 生活節奏上可以明白一點 好 那 又接下來 又是 相關的問題說 第二頁第一行要空白嗎 第二頁第一行要空白 跨頁寫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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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頁寫就順著寫 有格子的地方就可以作答 有格子的地方就可以作答 不用控 不用控 好那接下來下一個問題是 想請問中間有提到一些抄題是可以的 那抄題比例上多少會影響分數 不一定 它並不是以比例多寡去影響分數 而是以正確性為主 題目有時候確實會放一些 跟提議不相干的說明 所以如果把提議不相干的說明抄進去 就會被扣分 也就是 初題者我印這麼多文字就是讓你抄 那我當然會安排一些陷阱 才知道誰抄對誰抄錯 所以並非比例問題 所以公文的作答你不要用長度問題去解它 而是用精確度去解它 所以它很吃那個閱讀力喔 老師我同學在港口說 他公文練習了很多次啊 但還是拿不到10分以上耶 老師會怎麼建議同學 我比較好的誠懇的方式 我覺得還是得讓我改你的卷子 我才知道你哪裡錯 像剛剛你看過四份 我真心的認為那些交過來的同學 都覺得自己寫得不錯 他們也會覺得我反正都抄題目 那你看四分五分都有 所以回到我如果沒有看你的作答樣貌 我實在是很難給你一個 明確的建議啦 那如果你真的有這方面的問題 也可以跟我們這個直播平台 我們會有小編 你可以跟他做互動 如果你有更細部分 我們下次聊 或把你的問題當成材料來聊都可以 但我們都會匿名 可以發現都是匿名 所以你不用緊張 包括你在網路上 你提問像剛剛我很誇張 叫同學打主流感 那也都只是好笑 反正就是網路上 我們以比較輕鬆的方式去帶這個主題 就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 那剛剛老師其實在一段互動的時候 老師當然有強調十二分 同學反應說老師好可愛 那如果十五分老師給什麼評價 我十五分那算是高手 我自己看十五分的經驗是 應該是 字很漂亮 他除了內容都對 字就超級漂亮 引起很好的觀感 不然就我的 我就彈 以我去考 我就覺得拿十二分就好 然後十五分 我以前有遇過一個 在台北之光遇到一個 他就拿成績單給我看 他的公文幾分 十七分 我沒有看過公文十七分的 就綁手都沒有 他十七分 他拿給我看我當然很開心 說哇真厲害 真厲害之類的 事實上我心裡面 比較想講的話是 十七分 給你遇到一個不會改的 不會改的才會給十七分 這麼高分 因為公文可以發現 其實都是抄題目 都是用抄 你給到十七分 我覺得有點太誇張了 再欣賞 也要有分寸 他錯太多 你要有分寸 再好你也要有分寸 到十七分 四五分 我覺得就是 可能對方不會改 或者是你字真的太漂亮了 想要以考上為目的 我就覺得設定十二分 就很理想 然後再來有同學問說 請問老師 多看公文會有幫助嗎 因為工作的關係 會收到很多人的公文 可以 但 我怕會扭曲 因為考試公文 跟實務公文還是有距離 考試公文跟實務公文還是有距離 了解 所以如果你要看我 還是看題目 看題目 然後再來有個同學問說 他格式都沒有錯 但是 那個 他總是拿七分以下 這跟剛剛反應很像 我得看過才知道 而且話說回來 你說你考試的時候 格式都沒有錯 對 你哪來自信 這四個也 他四個交給我說 我猜他們也覺得他都沒有錯 但是也不是否定學生 誰會覺得自己有錯 所以還是改過才知道 所以 這是個很好的現象 如果你還是有這方面的問題 就肯定生論都會這樣子 你還是跟小編反應 或者你寄你卷子過來 我們去當成素材去聊都可以 所以就像剛剛老師說的 公文其實 國考公文是批改很嚴格嘛 對不對 呃 嚴不嚴格我們不管 它是一個很明顯的正確性 對 我不覺得太嚴格 因為我來看這麼簡單應該都對 但是 就是會有些小瑕疵 哦 了解 然後這邊有同學跟老師告白 他說超喜歡老師的文字 對對對 可以去看文字 我也喜歡寫啊 所以喜歡閱讀可以去看 那延伸喔 就是說 國考的作文寫作 適合參考老師的文章文學 就是那些可能 法律的文章文書之類的 間接吧 間接 所有的文字創作到後面 我覺得都會相通 所以有興趣多看 我覺得那不會是壞事 但我那個 那些平台並不是那麼樣的佛考試 好 那這個同學在問說 請問老師 台北大學和 教育部 今天這變成公文課 請問 台北大學跟教育部 為什麼是平行關係 什麼是通發 台北大學 在幾間合台北大學 請問台北大學和教育部 為什麼是平行關係 上下吧 教育部可以管台北大學 台北大學在一間啊 國立台北大學 三峽那個嗎 對啊 大學歸教也不管啊 上下啊 不是平行啊 那什麼是通發啊 什麼通發啊 通過的通 發行的發 同學問的話 我殺不 不好意思 問題要具體 我聽不懂 聽不懂 他突然聽到 我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個完整的情境 那請tt同學 如果想要再把這個問題深入 再請同學再發一下這樣 小編 對啊 清除一點 清除一點 那我們再下一題喔 請問受文者 問題這麼多喔 對啊 請教 我一直這樣寫 請問受文者 如果超過本行 下一行直接接續寫 還是在冒號以後 冒號以後 好問題 冒號以後 請問如果先控事業寫公文 結果作文直寫 三頁會扣分 很多喔 還有很多喔 很多 一直來 問 請問如果先控了事業寫公文 結果公文直寫三頁會扣分喔 我聽不懂 他先寫公文喔 他說他先控了事業寫公文 對沒錯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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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業第一行控三個在寫嗎 什麼啦 這個好 這好難接喔 等一下喔 欸學長我們直播是到幾點嗎 到四點 現在基本上是QA時間 QA好QA 看老師這邊 還是老師有拉經典 因為這樣子 有些我這樣打 好像 沒聲音可以 你 你 你看看老師 這樣子 我們就不用翻譯了 就是我們剛剛到這邊嘛 老師你可以這樣看 老師這樣看得清楚嗎 受恩者如果超過 冒號之後 對 所以HS說如果控了事業寫公文 作文寫三頁 不會 然後66說跨業低行 跨業低行控三格 不一定啦 看你的位置啦 反正你接下頁永遠是跟前頁的 不一定 我哪知道你寫到哪 有時候跨業有可能還是主者 有可能是寫辦法 小編今天有優惠 優惠是什麼優惠啦 那個我們已經回了 那老師你就看 你覺得 是您專業的問題 就請老師直接回 需要特別練字機嗎 不太需要 整齊就好 整齊就好 我們剛剛也看過所有 可以讓各位同學看就是 我們是看整體的觀感 剛剛有一個就 他其實 內容都超得很棒 我就覺得可以接受 姿態怎麼扣分 不會扣分但會觀感不好 過兩年不考公文增加英文比例 太可惜 我也覺得很可惜 就是外行人會始終覺得他沒有見別度 我覺得考題就是見別度 他可不可以選出好的人才 我覺得可以 或你剛剛看過四篇 你也覺得 他很重視閱讀跟條理 那樣的人去當官 我覺得是對的 啊你營業家會不會 算了 最後一個 全權還能送的這麼分 什麼 看一下喔 這個喔 這個 受文者正本副本 聽了沒有啦 什麼問題 拒絕回答 那我們所有問題都沒了 沒有就好啊 那就OK 下次有問題還是可以慢慢問 我們今天就是第一次 就是我要適應 那同學要適應 就是我們就是用比較 還是站在幫助同學的立場 用這樣躍卷的方式 希望可以給各位一些幫助 有問題就可以慢慢整理 如果出版社覺得這個 這樣的活動是可以持續做的 那我們就可以持續做 如果做文 也想聽也可以啦 這都是我滿樂意去做服務的 搞定了嗎 搞定 沒事 掰掰